在你的政綱中說以創新科技和機械化去幫助業界 我也想問一下你的機械化和創新科技到底是什麼 其實科技經常有變 你問我,我不是創新科技 或者將來你問楊局長怎樣可以幫助 但你已經看到我們飲食業的改變 我記得某上市公司的茶餐廳曾幾何時 我去光顧餐廳的餐廳是有些時間來的 他們最近都已經用了一個科技 就是拿著在廚房收到東西 然後坐在廚房就倒 其實科技日日轉 怎樣幫助 其實我覺得這個領域是很大 一定是幫到的 現在有自動鑊 你們見過沒有? 可以有炒鑊 見過 機器鑊 根本不用用人做 其實現在在人手短缺 我們必然要在無論科技上 這些創新科技 我們都要去想 怎樣可以令飲食業繼續有競爭力 這個必然是要去做的 當然我也支持輸入勞工 因為如果有勞工多一點禮 老闆不用自己要把老婆和女兒去洗碗 當然大家都開心投資一下 我經常說你要找洗碗工 不用一千幾百萬把老婆去洗碗 我隨時找到給你 這正是現在的問題 你這個答案是否滿意? 吳永德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 我同學團隊都有想 創新科技如何去幫助業界 其實不只是 用機械化的機器去做 我們還有好多科技 可以連結到不同的界別 譬如在IT上,我們正在看內地 內地正在使用的VChat已經可以拿著電話給付錢 張先生有沒有機會可以引入這些科技進來 以及可以跟銀行那邊談談這些機制 我真是奇怪,你剛才問我,我以為你是質疑這些東西的用途 不是,他正在請教你 你去支持,不要緊,大家多點給意見 我去收聽我的白爺公,白爺公對手機都有問題 我也看你在用iPhone 用手機給我iPhone,我的子女都用了 我要看我的孫子的照片,這是最好 我收到他們的照片,所以就是這樣 如果談創新科技的話,我覺得還有一件事需要說 就是多元化的問題 其實我們本身飲食業是一個蠻百搭的行業 其實可以跟很多不同的界別一起合作 譬如文化,譬如音樂等等 我們都可以做到的,跟他們合作到 尤其是現在,不知道張先生知不知道 現在觀塘,其實都有很多上樓的店 那些咖啡店 其實他們現在都在做一些 跟很多不同的界別,跨界別的合作 譬如我們現在看到有些是 直接是貿易和飲食業的結合 張先生,其實你的黨友方剛 都幫助了貿易那邊可以拿到一個基金 是POS的配對基金 但是為什麼多年來,張先生都沒有想過 有一些實質的東西可以幫助到業界去推動呢 因為其實在我的問卷裡面 有一條問題就是政府的支援對於業界足不足夠 我們收回來的問卷是100%不足夠 其實為什麼在張先生你真的沒有做到 還是政府那邊有些問題 而令到你沒有辦法做到呢 當你看我的發言 如果你多做一些,你的團隊幫你做多一點工夫 你就會看到 但是在業界最需要的時間 沙士的時間 張宇仁走進去跟梁錦松港 他都立刻史無前例 可以不理我們大企 中小企都借一千萬給我們 當時是過渡到 所以這個不只是說 有沒有錢給一些人去申請 所有的中小企現在借錢 全部這個基金都是爭取回來的 你說有沒有爭取到業界直接有錢落袋 近期生意難做 佔中的時間 你去佔中 搞到我們的飲食業很多都沒有什麼生意 那我就爭取到減排費 去年財政預算案 大家都看到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無論我們的排費 商業登記全部都會減 這些都是錢來的 而且全世界都有 不是申請那些就給他一點錢 當然我不是說方剛 鍾國斌現在做的事不夠 但老實說拿多少都是不夠的 但飲食業有需要的時間 他有事給我做 我從來不會退縮 我是不停地爭取的 如果政府是有基金有事去做 我一定是去支持的 車長 說超興充日 這邊回來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